齐国纪夏学宫第105次争名论战开始了 本期嘉宾 学术圈里神一样的男人孟夫子 正在迎候各路大威的挑战 杨周帅先发问 敢问夫子 天下万物 何为贵 何为轻啊 孟子脱口而出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万岁 民为君轻 就在这时候呢 法家庶派的身不害走向了挑战者席味 敢问夫子 天下动荡大争 要害何在 面对身不害犀利的发问 孟子思索片刻便缓缓说道 不失周礼 不行仁政 以杀戮征战为快事 是为要害 这个答案呀 身不害并不认可 于是呢 他开始反问孟子 仁政 周礼 景天志 夫子果真以为可行 果有圣君良相 仁政可行 周礼可行 景天志更可行 身不害立即反驳 说国家新王这么大的事 孟夫子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国君是圣君 丞相都是良相 靠谱嘛 你这明显叫人质啊 人质是德 至少强过先生权术之国 遭孟子这番人身攻击后啊 身不害坐不住了 在下 正告父子 术智乃法家之学 不是权术之学 身不害话说完 袖子一甩 不跟老孟子玩了 而孟子呢 还在补刀 如此法家乱世之学也 严重着身不害被孟子噎得连铁青 替补习的魏央挺身而出 被这么一鹤呀 孟子没有慌乱 他立即回击魏央 并称魏央是无端之斥 何其浅薄 但魏央敢这么讲 自然是因为他的枪里是有子弹的 这第一 法家分三派 而你孟夫子只把身不害的数字派 等同于法家 你这不对 第二 法家三派根本是一样的 都以认同法制为根本 但在推行中侧重不同 夫子无视法家根本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你这也不对 第三 法家数字派 是在法制基础上 强调整顿励志 不是什么搬弄权术 夫子有意抹杀根本 其论断之轻率 无以复加 响当当的孟大飞 竟然被一个不知名的白衣世子 怼成论断轻率 他当即拍了桌子 你是何人 法家何派 你说法家有三派 我咋不知道 你哥这大言不惨 到底哪个学校 哪个专业 发表过什么论文 看卫央差点要被孟夫子吃了 慎道大师赶忙笑着出来解围 天下世子听了 此人卫央 我法家法制派名士 人家在国外 已经发表了几篇专业论文 在安逸广为流传 虽然有名闻天下的慎道大师作背书 但孟子对卫央啊 仍然不买账 法制成家成派 老夫未尝闻也 柯正猛于火而宜 何足论之 言外之意 这第一 我不承认你的学术地位 第二 即使有你法制这一派 那也是柯正 柯正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我跟你没得聊 政题还没开聊 老夫子就先一棒子把人打死 这下卫央的火力彻底搂不住了 卫央为告夫子 天下之道不在空谈 而在立行 法制也好 仁治也好 谁能融入大争潮流 而强国富民 谁便是正道 否则便是空谈大道 一物天下 必将为大争之士所遗弃 卫央与孟子开杠了 在他看来 在当下大争之士 能否强国富民 才是检验学说真伪的唯一标准 而孟子却巧妙地回避了这个话题 孟子采用了一个隐蔽性极强的辩论技巧 他把人性本善当作大家都认同的公理 把人性的沦丧跟法末兵三家的存在强行关联 卫央当即反驳 卫央没有再说下去 因为理论起点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自己驳斥了性善论 就基本等同于推翻孟夫子一整套学说 但在场世子已经被卫央调足了胃口 学公令也强调记下学公言论自由 让卫央撒开了说 卫央终于不再顾及 人之本性 因人性有恶才有法度 天下人生而耗力 才有财祸土地之争夺 生而贪欲才有盗贼暴力与杀戮 生而有奢望才有声色全马 人性之恶比律法而厚正 以法治防范恶欲 以法治疏导人性 人性才能向善有序 孟夫子空言性本善 将治氏之功归于人性之善 将乱世罪名 亏法莫兵三家 无非是要重申 人政人治与父虎之论 回到下上周三代 此乃 纵容恶血 蒙蔽幼稚 真正的大卫之言 一时激起千层浪 魏央的论断 让现场世子们展开了更为激烈的争论 这种战国时代的学术大争鸣 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伟大奇观 而作为本次论战的BB King 魏央成功引起了齐王的注意 他询问同为法家的慎道大师 如何看待魏央以及此人的主张 慎道认为法治是治国正道 但推行起来却最难 治国为法侍从 举国法无二处 就是说君王与庶民都得遵守同一律法 正是 齐王犹豫了 客观来说 他也算是一个年轻有为 而且比较open的君主 但一听到连君主也要与庶民遵守同一法律 他还是很难接受 考虑到魏央的才华 齐王决定先在纪下学宫 给魏央搞个编制 给发工资 给交世保 让魏央搞搞学术和理论研究 但慎道表示 魏央是实战派 人家的志向是当官干事 不是搞理论研究 这慎道所料不错 而魏央似乎也早就知道 齐王不会用它 因为纪下学宫虽然汇集了天下名士 但齐国大臣 郡县大员中一个纪下名士也没有 就连深不害也犀利的指出了一个问题 你说齐国开如此宏大学宫 以大夫俸禄仰视 其意究竟何在呢 这一问也让魏央更加看清了现实 齐王不是变法的明君 也不是自己所期盼的君主 他需要的是一个对变法有异常坚定的决心 有超于常人雄心的君主 但哪里才是他施展报复的舞台呢 处在人生低谷的魏央 一直在山东六国苦苦等待机会 然而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 自己的命运会和那个被天下诸侯看不起的秦国 交集在一起 直到他等来秦孝宫内卷五百年一见的雄文 黑沉沉的正式堂里 迎居良躺在地上 身上沾满了片片点点的纤细 他身后躺着一座巨大的石碑 石上的血迹还在发着悠悠红光 太后见昏迷的儿子手指还在流血 刹那之间几乎就要晕倒 但老母亲还是咬紧牙关爬到了儿子身前 在看到儿子身后的大石后 他终于明白了一切 大石中央是触目惊心的两个大字 国齿 大字沟槽里的鲜血还没有凝固 细细的血线还在蜿蜒下流 太后赶忙吩咐 黑沛 快到我那院去 烛光中面无血色的迎居良 看到了母亲心疼的脸 居良啊 娘知道你心智高原又淡态 可娘还得说 你太急切自责过甚 又过又民固然好 可过度伤身得不偿失啊 迎居良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 可他能怎么办呢 听到这里 坚强的老母亲再也忍不住落泪 儿子的艰难 有谁能真正体会 他之所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折磨自己 也实在是因为刻骨的耻辱 无处安放 在他心里 六国分情 视为国耻 天下悲情 丑莫大烟 迎居良元年 他几乎尝尽了所有的耻辱 迎居良元年 他趟过了人间至暗的时刻 来 把这碗鹿龟肉汤喝了吧 鹿龟是灵物 一般很难找到 而且少有人吃 迎居良不禁好奇 这鹿龟是哪来的 我带着黑帛 猎道的 龟龙灵凤 四大领悟 寻常自然是不能吃 可圣仙绝境 万物可食 我儿居良 有国上身 上天也会联席的 母亲的笑容和肯定 让迎居良心里 躺过一阵暖流 可她才刚喝下去 两口肉汤 又来了紧急药物 老母亲望着儿子离开的背影 再看向手里那碗肉汤 眼里又一次泛起了泪花 迎居良之所以如此急迫 是因为通过六国分勤 他看清了一件残酷的事情 秦国与山东六国相比 实力相差的实在是太大了 少良撤军以来 秦国经历了各种危机 可每次面对危机 国府都无能为力 而要真正解决问题 追赶六国 秦国必须要有一个治国大财 否则秦国迟早要散架 但可悲的是 老秦人似乎从生下来 就只知道流血打仗 甚至包括大哥赢钱这样的人 也从没揣测过治国之策 这让迎居良倍感孤独 无奈之下呀 迎居良决定在秦国访贤 然而大哥却觉得很难 迎居良急切的语气 让迎前觉察到了人才的紧迫性 也感受到了军地的不容易 有了大哥的支持 迎居良几乎寻遍了整个秦国 可惜仍然没有找到大财 正当他束手无策的时候 一场冬雪 把他带入了一户人家 在这里他有了惊人的发现 这个我们下期再聊 喜欢的朋友 还请来一波关注 点赞评论转发 您的支持 事故到持久的动力